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无人得知 顾氏孤女 今日我若不死定要你们血债血城 连仇人是谁都分不清你 还想报仇 你是何人 不过今日我可以多给你一次机会 也可祝你手刃仇人 祁殿下再不受待见毕竟也是皇子呢 他的母妃宁妃可是恶若后宫的妖妃 尸骨无存 想当年他可是五皇子一大 昭天楼之变以后 在宫里他便是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哎 他真的是太可怜了 哎 月影不是又来了一个和亲英主吗 也不知道这次的月影后妃是不是一样的结局 宣月影使臣觐见 小臣封月影王命 特带来吾王至宝 恭贺陛下千秋圣寿龙体安康 这便是我月影的至宝 第一美人 英歌公主 这不是已故的宁妃 最爱跳的霓裳舞 噓 你不要名了 我敢替这个名字 真是警战 从即日起 封英歌公主为妃 多谢陛下 平身 谢陛下 听闻陛下已故的宁妃也是月影之人 不知我可否住到宁妃之前的宫人 放肆 宁妃乃是蛊惑后宫的妖妃 此乃宫中禁忌 岂容你再次妄加议论 诶 无妨 都过去了 既然美人有意 朕 就允了 这 英歌公主 想住哪儿 就住哪儿 谢陛下 七弟怎么如此寒碜 身边 连个伺候撑伞的人都没有 三哥 也是 七弟自五年前昭天楼之变之后 便就是孤零零一个人了 毕竟 与你交好的老五 可是联合罪一故寻安 谋害太子 成了叛党被诛了 对了 还有那个月影妖妃 也早就成了人人谈之色变的忌讳 晦气得很 三哥既然对当年之事如此耿耿于怀 不如去禀明父皇 你不要以为再来一个月影后妃 就能改变你当下的局势 七弟 你今后可要多多保重啊 毕竟你身上 也留着月影的心 不知我可否 住到宁妃之前的宫殿 枫妃仪式三月后举行 着礼部杜伴 遵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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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就这么迫不及待了 你怎么回事 公主出手相救 本宫不甚感激 那七皇子打算如何报答这份恩情啊 竟不知公主身手如此了断 我也不知七皇子与传闻这般大相径庭 竟如此出便不及 公主身上染了血 回宫怕是多有不便 不妨去我宫里处理一下吧 那便多谢殿下了 公主先再次梳洗一下 这里有几套衣服 看看是否合身 多谢殿下 当年你与父亲和五皇子如此亲近 赵天楼一事 你知晓其中内情吗 命令人 二十鹿 八十鹿 一家 是 公主为何在此 殿下 公主还未回答 为何在此 我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衣裳 就过来看看 是吗 殿下若是不信的话 就看看 你究竟是谁 我自然是阴歌公主 日后还是你父皇的后妃 为什么要回来 你究竟异欲何为 参见鹰歌公主 公主前来 所为何事 若我说 我是来帮助殿下的 殿下可相信吗 公主现在是父皇的代驾公妃 还请注意你的言行举止 那还请七殿下告诉我 我该如何注意呢 你到底是何目的 帮助殿下光明正大 祈殿宁妃娘娘 你放肆 你放肆 我与殿下联手 我助殿下荣灯大宝 而我只求月影国土平安 若殿下想与三皇子一争高下 得有所倚仗 而我背后有整个月影 而我背后有整个月影 有整个月影 公主请回吧 今日你我就当没有见过 世人皆说 七皇子宛如折仙 无欲无求 对这宫中之事 心如止水 这传闻真不可信 看来这七皇子的一汪池水 竟是莫知啊 好 莺哥公主这是去哪儿啊 本宫送送你 不劳烦三殿下了 我只是出来散心 这就回宫去了 公主别走啊 日后公主若是成了父皇宠妃 我们可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一起散心了 三殿下请自重 三哥 这里毕竟是御花园 人多掩藏 还请三哥谨言慎行 七弟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前夜的公道 路不好走吧 你现在无权无视 自己都保不住 还想护美人 公主 我们来日方长 公主没事吧 不知 殿下是否愿意 送我回宫啊 这里离月影宫也不远 公主自便吧 七殿下对我怎么这般冷漠 莫不是忘了 这宫中除了你 还有三皇子 我也不是非你不可 如此甚好 还望公主莫要折了自己的翅膀才是 告辞 公主 公主 特使大人来了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特使大人大驾光临 是有什么吩咐吗 本官只是想来提醒公主 月影王交代的事 特使放心 这个本公主自有安排 是吗 那公主为何还要去招惹七皇子 难道公主忘了自己的任务 是什么吗 这个我自然是不敢忘的 这个我自然是不敢忘的 只是我接近七皇子 是因为他有价值 什么价值 当年昭天楼之便牵扯其中之人 只有他一人独活到现在 时候不早了 恭送特使 公主 我会一直盯着你 千万别做不利月影之事 否则你的身份 会最先暴露的 好 顾大人 地狱无门你偏要来 这 就是你与五皇子为伍的下场 今夜 顾家满门被灭 都是你自作自受 不知今夜 你与月剑臣 究竟 谁先人头落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公主 公主 出什么事了 我累了 想歇一会儿 你先下去吧 是 接近七皇子 七皇子可是死路 帮助殿下 光明正大地 祭奠宁妃娘娘 您如今之情形如果再不行动 来日 必会成为他人的刀相王贵 知道怎么做了 属下明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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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赵天楼一案是三皇子查的 若有线索 应该在这儿 殿下 殿下 他去了三皇子宫中 跟太景怕被发现 属下先回来了 三皇子 不错 他回来到底要干什么 有意思 是谁 快 站住 快 站住